茶艺 飘香 带动茶产业 台湾茶 世界香 展望国际 这是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 李毅德理事长 推广台湾茶努力所写下的目标 当代2021中华茶艺大观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方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建平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 李毅德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带领我们来解析当代茶艺空间 茶艺美学 茶室盛会等等中华茶艺大观 我们先热烈来欢迎李毅德理事长 我们老师好 还有我们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理事长上一次来我们节目里面 所谈的一些中华茶艺大观的一些想法 一些严格甚至于当代的茶室受到很热烈的回想 可是这个时间点又经过了一年多了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其实一直在关注理事长这一年多里面 又在努力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为茶产业带了什么贡献 我就得注意到说 很具体的成果 最近出了一本书 中华茶艺大观 这是2021年版的 那是不是从这边来跟我们聊起 今天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好的 很高兴 也感谢老师的邀请 可以今天借由这个机会 来和大家分享这个2021中华茶艺大观 中华茶艺联合出境会的这一本书 是我们今年这一本是第三本 我们这个中华茶艺大观 最主要这本书的记录的缘由 就是以台湾的茶的产业与文化 在当下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有提到 我们的台茶支付吴振夺教授 他一生对台湾茶的一个贡献 接下来我就由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茶叶改良厂 现在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风味轮 这个风味轮最主要就是以台湾的 六大特色茶的这一个香气滋味 颜色做一个详实的一个形容词 把它作为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形容 目前这个风味轮也让大家慢慢的了解 我们每一种茶它的香气滋味还有颜色 这是目前我们茶叶改良厂 积极推动的一个政策 接下来就由我们中华茶联的四大分会 我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每一个分会他们所积极推广的 这个茶艺文化活动 我们有详实 比如说在台北 我们有办了一个茶当下的一个特色茶会 这个在一个茶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空间 这个由台北会来做一个主办 来到了台中会 我们台中会最富盛名的就是梅花茶会 每一年在元旦的前后左右 梅花开大家茶人相约 一起来梅花树下品茶喝茶 进行一些茶艺活动 这是台中会最大的盛会 接下来我们来到台南会 台南会的春日茶会 每一年在三月底到四月初 这个春日茶会在南部这边 也已经办了好多年了 也一直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规模也越来越大 参加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来到我们的高雄会 高雄会它最富盛名的就是成青湖 它的这个湖景三色 每一年我们也都是在四五月份 我们来到成青湖畔 举办这个成青湖的一些茶会 一些茶艺文化活动 这是我们全国四大分会 所积极推广的这些茶艺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 从台湾的三峡 碧螺村 一直这个以茶产业 我们这次有收入了很多好茶 到屏东恒春的港口茶 我们把一些特色茶的一个 的一个产地的盖矿 制作方式 以及一些所我们在采访 所收集的一些资料 一一的都把它记录在 我们中华茶艺大坤的这一本书 这个是在茶产业的部分 再来我们由茶山来到我们的都市 丛林就是茶空间 因为现在饮茶品名的方式 有很大的改变 三五蚝友在一个喝茶的空间里面 享受喝茶的当下的这些香气滋味 还有我们茶艺师的泡茶的方式 还有氛围 来到这个茶空间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茶周边的一些相关的产品 其实茶最重要的就是气 这次我们也把我们台湾知名的陶一家 也把它收录在这一本茶书里面 茶艺大坤里面 我们从南到北 对我们中华茶联 有贡献的这些陶一家 我们一一收录的把它收录在这里面 再来就是我们最主要 把我们现在当下与茶有相关的 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活动 把它记录在这本中华茶艺大观 以上是这样子 谢谢李师长 这几分钟时间 就很详实的记录 诉说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那我更觉得好像是你 毕生的功力的展现 那我就觉得我们观众朋友 如果把刚才那一段话把它听懂 其实对台湾的茶艺 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甚至于对茶艺的了解 也不在话下 那里面就有包含很多传承 比如说提到吴振夺厂长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对台湾茶产业贡献的记录 这是当代风味轮 那茶会盛事 才艺空间 才艺美学 很多人事物在里面 那我先就几个我想要多了解的 先来请教理事长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说这是 2021年版的 换句话说应该不是每一年都出 那就我所知 中华财业联合出进会 有在1992年有出一本 2015年有出一本 这也是我手上有的 那今年是2021年又出了一本 那理事长为什么要出这个书呢 中华财业大观是在记录当下 所以说我们中华财业联合出进会 背负了一个很神圣的子命 因为我们的成立在民国70年代 在台湾我们所奉献的 不管是所有的这些时间精神 我们通通的都把它记录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第一本从1992年那一年 我们就是把当下的茶馆 这个生态一些空间 还有我们泡茶比赛的一些过程 以及得奖名单 还有一些茶会的活动 通通把它记录在里面 再来2017这一本 2015年这一本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也是在记录当下 因为随着我们近代 我们茶艺发展 有很精彩的一些演出 所以我们协会 那时候我们就预备说 我们今年也要来出这一本 所以说这一本书 我们这个中华茶艺大观 这一个题字 由我们这个南投的知名的书法家 这个蔡崇山老师 来为我们做一个书写 而且我背后的这个台湾茶 这个书法莫保 也是都是由蔡崇山老师 为我们奉献出来的 我们的总编辑林信宏先生 他也是知名的一个茶美学的一个摄影师 我们总编他也有出杂志的这些经验 再来就是大家共襄盛举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下 有我儿子俊豪开着车 我们一行采访小组 我们的行脚片集台湾全省 绕了将近快两圈了 而且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把它做一个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对这本书 想要让大家了解说 这是我们当下所做的一些茶艺文化活动 我们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也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很不简单 台湾绕了两圈 在这一年半里面 然后去拜访很多当代的茶艺空间 茶艺美学 很多茶的人事物 那等一下我们在细部来 跟理事长做一些了解 那我也知道同时也出了一套 就是经典的台湾特色茶 16款茶在里面的一个茶 那是不是也请理事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这个我们这一次除了出这本中华茶艺大观以外 我们做了一盒台湾金庄16款 我们台湾名茶 这一款茶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里面打开 有我们台湾茶的一首茶师 这是由我们台南凤茶茶馆的主人 叶东泰老师 为我们这一盒出了一首台湾茶的茶师 它是要用台语来念 这个符合我们台湾茶的精神 里面所有的书法字体 也是都是由我们蔡崇山老师 来为我们做书写 我们从三峡的碧楼村 到南港包种 还有我们的东方美人 还有我们猫空的正宠铁观音 来到我们中部 这个有金圈 翠玉 四季春 还有我们的高山乌龙 洞顶乌龙 小月红茶 还有我们的红玉红茶 到南部的这个屏东的港口茶 总共收入了16种 我们把它做一个精装 每一盒有30公克 而且我们每一盒茶里面都有安全的药检证明 通通的把它放在里面 让大家能够购买的时候 可以喝得安心 喝得放心 也是对我们这一盒茶 也做一个信用的保证 而且我们这些茶品 都是在当地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百年茶厂 还是特等的制茶师来为我们做这一品 每一品都很好喝的茶 这16款茶应该也是 理事长从现有的台湾茶里面 你觉得相对有特色的 把它算是有一点 把它归类融缩起来 变成16款的概念 我认为对初学者 都想要学习的人 很就很方便 你如果很快地来把这16款茶都认识得很透彻 那其实对台湾茶的种类就认识得也蛮多的 那特别里面都是找比较代表性的工艺师 或者制茶师的作品来呈现 那品质就有保证 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把这样的茶品当作我教学的一个茶品 让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下一代也来认识台湾这么多好茶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也相当不错 那老实说这里面这么多茶里面 有一些我是自己也比较不熟悉的 那我就央请那个理事长 就从里面挑了一款茶叫做港口茶 在我们现场里面就把它冲泡出来 那港口茶 我印象中就是在南部 在屏东 很接近墾丁这个地方的茶 所以我们下次去墾丁的时候 别忘记了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产好茶 是不是请理事长帮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好的 其实这16款茶 我们中华茶联要出这16款茶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 大家了解台湾有这么多的好茶存在 再来就是在茶艺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可以用这16款茶来做一个正确的 让学员认知到这是台湾的好茶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针对喜欢台湾茶的一些外国朋友 可以一次体验到这16款茶 因为它整个台湾的民山茶区都有收入在里面 今天老师提到这个港口茶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其实在当初接触这一个港口茶 我们本来对港口茶有一点点的陌生 但是我们还是有接下到我们这一个屏东县满洲乡 这个朱进城先生 他也将近将近快要80岁了 这个我们有和他电话联系上了以后我们专程 我们跑到台湾委去跟他做一个采访和介绍 其实这一款茶很特殊就是因为港口茶 他在这一款茶在台湾有将近200多年的历史 这个他有一个文物可以做印证就是他有一颗图章 这一颗图章可以见证200多年的历史 他本身应该是第六代的一个传人 他现在和他的太太 他太太是采茶班的班长 带了三个采茶工 四个人也将近300多岁 所以这个年龄老化也是一个问题 再来有趣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过年那时候就和他联络 联系上来说我们要想要去拜访他采访他 我们也跟他收购我们今年的春茶 他在电话当中跟我讲说他的早春茶已经快要采完了 我们当下立马我们马上就不停歇 我们一行人就南下赶快去跟他做一个采访 还有做一个采购 所以说港口茶他的早春茶是在正月初九到十五 就是元宵节前夕的这个礼拜 这就是南部港口茶的一个最早的一个产季 就是早春茶 在很好的机缘 这个朱老板他也很热情的也支持我们在做这一盒茶 所以我们也算很顺利在他的茶园采访过程当中 我们体会到的地形风貌 这个他的茶园海拔是听说是六十公尺 离海边也只有两百公尺 在全台湾你在茶园可能找不到有种椰子树的 就只有他那边 这个有海边的一个风貌 这个茶园和这个椰子树都在这个里面 他也据他介绍 他有种了两甲地的原始林 他只开垦了八分地 这最重要就是保护他这个茶园里面能够 比较能够顺利的成长 他的这个产量也比较丰富 这是我在这么多茶区所看到它的特色 它也有不同的人文 这个有一个南洋风 而且在采茶 光眼看去就是海边 很多人说钢丑茶都有一个海边一个咸味 这个是他们的风味和特色 这样的茶其实在台湾 其实应该是比较少人去注意到 因为它产量其实也没那么多 那刚才理事长讲说已经传承200多年 那有几位采茶工 继续用手采 那三位就超过200岁 这个表示说这个仪式还是维持在手工的阶段 那这样的一个茶类是制作成怎么样的一个茶呢 是绿茶类呢还是乌龙茶类呢 我们这一次我们采购到了这一瓶钢口茶 它的制作方式是以绿茶的方式 它从仙叶从茶树上面采在下来 它没有就直接炒茶 炒茶完它们的机器设备也很简单 就只有一台滚筒式的一个炒茶机 再来有一个半月形的一个揉碾机 揉碾完毕以后 它又回到滚筒式做炒干的动作 所以缸口茶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的纹面看来有一点点白白乌乌的污面 这个就是在干燥过程当中 它是不同的滚动会造成出来的一个茶的面向 所以说第一点他们的制作方式简单 再来就是他们的设备也很简单 所以他们的产量也不多 我跟他们这个朱先生他们采购 他一天顶他们采的茶的数量也不多 所以一天顶多都是6到8斤左右 他们一年可以采十次 而且他们的茶园不施肥也不打药 所以这一个茶园是属于一个 真正有机子的一个茶园 那个农药检测是ND结果报告 也都有附在这个茶里面 那你现在有看茶园的照片 感觉起来它的种植方式跟西部这边 在大量生产的千叉丸为主的 其实是不大一样 事物是以种子繁殖的为主是这样吗 是的 他们的这个茶园的培育方式 是用茶的这个种子直接下去浮育 所以他们的茶有主根 所以每一款茶它的基因排列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个茶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存在 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其实有冲泡这款茶 那刚才理事长在讲解的时候就喝了一下 是不是请理事长也等一下来帮我们做一些解说 那喝起来确实是有那个绿茶很明显的 那个风味 但是跟我们过去习惯喝到的绿茶又不大一样 那确实理事长解释过之后 确实有感受到那个海风 海边的那种风味在里面 那请理事长帮我们解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大概没办法喝到 所以就透过你的口述让我们来多了解 好 这个我们今天用瓶剑杯冲出来的这个颜色 是属于碧绿色的颜色 所以它是一个绿茶的一个经典的颜色 但是这个是属于它这个根系比较深的一个茶 而且它的这个土质是属于比较历史土 而且它的灌溉水是由地底下的泉水所灌溉 所以它这个长年生长在这一个属于 就是说南部比较热带的地方 所以它的生长 这个茶树种的生长力势必就是会比较强壮 强壮的茶叶喝起来 你也会那个力道 你相信老师你喝到那个感受度 也一定相对的一个比较深 所以说港口茶它适合大湖冲泡 你不用放太多的茶叶就可以泡出一个南部的一个特别的味道 其实港口茶算是在台湾的一种特色茶 属于南部有一个海边的风味 这在茶的这个领域里面算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相对的特色 所以南部相对的气候炎热 所以以绿茶来品饮比较适合我们当地品饮的一种茶品 所以它有一种那个比较浓烈的一个茶叶的一个香气 在滋味上面也算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风味 那我刚才喝了就感受到说 似乎有那种南部 特别是阳光比较强烈 然后又海风 可能在茶参滋味上面就特别强烈 那我感觉起来就有明显的草清绿茶的这样的一个风味 入口之后 虽然很强烈 可是马上就会回甘 马上会生津 那感觉韵味也蛮强的 所以这个茶也确实蛮有特色的 所以难怪理事长会把它选为代表性的其中一款茶 在这16款茶的接洽在监制当中 港口茶确实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在过万年你来到南部满洲乡 到港口茶的产地 你相对就会觉得那边的太阳 其实就像我们在中部一样的夏天一样 所以他们低点日照充足 所以他们所产出来的这一个茶的滋味 就相对特别的浓烈 所以这算是他们的一种很独特的一个 这一个品种的香气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 理事长我们在闲聊 而且尤其我在请教理事长的时候发现 这16款茶其实每一款茶 理事长都可以像港口茶一样 可以述说这么多故事 而且里面体会蛮深的 比如说我很想要了解五仪茶 佛首这样的一个茶款在里面 那理事长可能要再花时间 再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讲更多 那今天我们先就 先锁定介绍这一款茶港口茶 那接着我再来请教理事长 书上谈到一些内容 或者是说理事长的一些经验 我观察理事长大概在台中分会接理事长之后 然后才到总会去接理事长 大概就十多年来 就很用心在带领茶叶界 因为你是当理事长就是有领投养的一个作用在 当然再投入在茶产业 茶艺文化这边有更久的时间 那是不是想请教理事长 就是这十多年来 尤其您最近又跑了台湾两圈 那有没有看到台湾茶艺发展比较不一样 或者是说比较跟过去往上成长的地方 好 谢谢老师 其实这个议题很好 在我接触茶艺文化的这二十几年来的 这些时间的经验的累积让我感触很多 就是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有体会到年轻人茶笼的二代 有回到茶山来继承家里的这些茶的产业 这是我感觉最好的 也是觉得为我们茶的产业注入一股新的能量 而且年轻人能够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来为茶产业做一份贡献和努力 这就表示台湾茶产业有在进步 而且年轻人乐意回来为制作好的台湾茶 这是在茶产业的部分 在茶文化部分我们也很接触到 这个现在我们的年龄层 接触茶艺文化的年龄层也有降低 其实一个茶艺文化的推广 这个要日积月累 慢慢的久而久之才会有成绩出来 从十几年前 其实我们就从以日本的茶道文化发展来讲 因为他们现在有面临到一个人口老化的问题 因为年轻人对这个日本茶道的 不管是他的繁琐还是说发展各方面 他们年轻人在参加的意愿都不高 甚至在茶道的表演都是比较年龄都比较大 这是在茶艺界比较担忧的事情 但是反观回来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 有很多青年学子还有甚至茶农的二代 这个返乡回来为茶贡献以及资历以外 资历学习茶艺文化 让茶农也能够融入这个茶文化里面 大家互相来做一个学习 所以我们看到年轻人有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特别高兴 这表示我们茶艺文化我们有接棒 所以他的发展会更完整 再来一点就是其实台湾茶目前来讲 发展茶艺和产业是起头并见 所以说茶农不只是你也要学会做茶 你也要学会泡茶 布置一个好的茶席来款待接待你的客人 这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表现 再来就是对这个文化的一些专业素养 我们透过不管是办茶会 还是我们有办泡茶比赛 他们都很乐意来参加 而且这个年龄层都有下降 我们今年有来参加比赛的 差不多20来岁的就有好几组 所以我们很高兴说这个表示我们这个茶文化有正向的一个发展 再来就是现在茶叶在买卖的方式也有受到文化的影响 因为茶行的这一个买卖方式有稍微没有像以前生意那么好 反而是转进到茶空间 现在你的好朋友三五好友 我们相约到一个茶空间去品茶去喝茶 如果喝到好的茶也顺便可以一起做选购的这些动作 所以茶文化有把一些商业可以带进去 让做文化的也可以做交流 大家才能够这样子持续的一直走进去 在于茶教学的部分 这几年有相对的发展就是 以前的茶艺老师没有现在这么多 反而这几年的发光发热 我们茶道团体茶艺团体越来越多 这个百花齐放 大家对茶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大家老师也都致力于茶艺的教学 办茶会 品名会 所以产业和文化我觉得这几年来讲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再来就是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大家对喝茶的风气有慢慢的提高 也带动我们产业的这一个商业发展 是 那理事长刚才提到 茶艺空间 茶艺教学 我先就茶艺空间这边来请教理事长 就这书上里面其实罗列人 其实北部 中部 台南 高雄 很多茶艺空间 那我看起来已经不像过去很传统的 好像反而是比较时尚 然后是年轻人愿意走进来的一个茶艺空间 那是不是请你上海的帮我们 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这个发展主要就是 主轴还是以茶为主 但是它可以带动很多 第一个是学习 再来就是可以今天做一个 新茶的一个品名会 还是发表会 再来从茶人的衣着 他的装法 到他的茶席 甚至茶器具 茶空间 其实卖的 现在他们贩售的概念是一种价值 你可以不用花很多的钱 你就可以做很好的享受 而且在不会很宁静的空间 你可以仔细慢慢的品一道茶 所以那一个当下 其实茶的滋味是特别好 而且这样子对我们来喝茶的茶友 也是一种招待 也是一种品味 所以说这样子的空间 他的这个销售的业绩 反而这个是没有经过统计 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不错 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可以很安静的享受这一瓶茶 这是一种品味的升华 所以说这个风气慢慢起来了 很多茶医师都有这样子的 可以泡好茶的这个技巧以外 而且他又可以另外可以 怎么样去学习布置空间 所以这是一种空间的一个摆设 这样子目前来讲算是对销售业绩还不错 这茶医空间的章节里面 同时理事长也介绍很多茶器的工艺的老师 换句话说 茶器其实在茶医空间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也许这个空间里面就放了某一位老师的作品 可能也是相得益彰 加上茶的专业也泡出一泡好茶 那这个是不是也帮我们做一些补充 这个其实泡好茶是需要经过不断的练习 而且这个要有很丰富的经验 你就单从一瓶茶拿到你的手上以后 你就要去判断这一瓶茶你要怎么样去诠释它 把最好的香气和脂味呈现给你的茶友和客人 除了这个客人以外 因为这个茶医师最重要的就是泡茶的技巧 所以在茶具的搭配上 因为台湾的茶品有很多种 我们的高山乌龙 我们的洞顶乌龙 还有我们的红茶 所以他所使用的器具都不尽相同 所以这个在茶医师他在当下决定这一瓶茶 他要怎么样去冲泡 在泽气上面他就要有相对的丰富经验 所以一个好的茶医师他茶一上手 他就马上就能够判断说他应该要用什么茶器具 要让客人怎么样去喝到最好的味道 你的制茶量多少 你的温度 你的时间 把整个控制到最好 一杯完美的茶汤奉到你的客人的手上 让他们喝下这一杯茶汤 这个是美学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茶商 以茶商和茶冷泡茶的角度 我们的观察 其实茶商就是把这一款茶 就是用最公平的方式 你不管是会不会泡茶 他冲出来的味道就是一般你们在家喝得到的味道 这个茶医师茶人在泡茶 他是会把这一款茶最美的味道 最美的香气和滋味 怎么样把它诠释出来 让茶友分享到这一杯茶是最好喝的一个状态 这是在一瓶茶由不同人冲出来 所展现的一个不同的风味 这个因人所好 看你喜欢哪一个味道 这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 那我刚才理事长也有提到茶艺教学 文开觉得应该就是这本书里面的最末的一个章节 那特别把它下一个标题 茶艺美学 那其实很罗列很多当代的茶艺的教学的老师 那是用美学的方式来呈现 换句话说 已经不单单只有把这一泡茶泡出来 他其实是用美学的角度来呈现 那是不是请理事长帮我们多做一点介绍 这个我们常常讲的生活事业 形象挂画 这一个在品名当中 这个都是生活美学的一种 这是一种艺术的升华 也是现在一种 这一个品名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美学当中 都有一位专业的老师 这些专业老师在一起之后 会有一共识出来就是 以生活美学为主 所以茶是让我们最直接可以平民 就是可以让我们喝得到的东西 茶之美美在哪里 美在它的香气 在它的滋味 所以说目前在茶道的发展 我们现在目前北中南各个分会 我们的茶艺老师的占有的比例 越来越多 所以说茶艺老师他扮演的角色 第一点就是 教授他们的学生 除了茶药会泡以外 你的茶洗布置 你的穿戴你的美学 还有你对事情 这个美的事物你的看法 所以整个行为都会有一些做改变 所以说到目前的发展 茶道茶艺以美学为主 所以这个茶艺已经融入到生活当中 融入到生活当中 家人也会感染到这一个氛围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我们可以为一件事情 来办一个茶会 不管是比如说 小朋友的生日 还是家庭聚会 还有很多等等 就是有一些比较值得 今天的一些节日 还是今天日 还是为了一款我们今年新推出的茶 我们都可以来为他办一场茶会 这都是一个茶会的一个开始 藉由这个茶会 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活动的一个 就是一个开始 茶会当中参加的人都会喝到一款很好喝的茶 这是我们最主体的部分所要呈现出来的 再来就是美学 美学当中每一个茶艺师 他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 而且北中南 这有一些流行的趋势 比如说在北部 它就是属于比较以白色系 比较单纯的颜色 但是它的就是很简洁很大方 南部就是比较热情 所以它的五彩缤纷 还有它的丰富度 所以每一个区域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分别 因为这个也有和老师的教学的这一个方式 也有一些些关系 那这个办茶会 其实我自己也感受很多 比如我以前在上班 或者是现在的一个职场的场合里面 我们也很常办茶会 过去的餐会改成茶会 我想那个整个氛围就不一样 不过我这样讲可能观众朋友可能感受不深 感受不到 也许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我们周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有各分会 结合县市政府 或者是地方的一些单位组织 办了一些茶会 那其实刚才理事长也有提到 像北部有代表性的茶会 中部有代表性的茶会 南部有一个茶会 那是不是以上来折要 或者是比较代表性的 来跟我们具体来讲一下 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比较容易了解 以目前茶会的发展来讲 有很多结构和元素 那我就台中会 我们最重要的主题特色茶会 这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说明 台中会从民国八十几年来 开始就在承办我们中部最知名的 这个梅花茶会 梅花茶会它我们远近知名 甚至在疫情之前两岸三地 他们都是集 都是就是成团的来报名参加 来体验我们台湾茶艺文化之美 这个梅花茶会就是以花做一个系列 来办的一个茶会 这个梅花茶会最主要的精神 因为我们 我们的这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的 它在元旦的前后梅花盛开 这些来自全省各地的茶友 不用相约 我们在梅花树下相见 所以一年一度 我们曾经地下一个记录就是 我们一整天两场的茶会 有将近八百个人参加 这是目前在台湾的一个户外茶会的一个夹击 也算是一个记录 而且场场爆满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茶人 很用心的安排他们的私房茶 他们每一个茶行 你来参加梅花茶会除了赏花品名以外 你还可以看所有茶老师 他们每一个人精心准备的茶席 还有茶品和茶点 这个一个文人的一个风格 我们在冬天 这个也算是蛮寒冷的天气 这个在户外 从上一泡一杯 这个焙火式的乌龙茶 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品名的滋味 我们这个除了这个茶会 还有我们一些主题就是 我们每一次梅花茶会 我们都有一个主轴 比如说去年来说 我们回 我们由台中会的林先生会长 他主办 我们回到传统的方式 我们有制作了 用包布球团柔的茶 就做成一个茶球 他也陪了好几天 就备火备了好几天 让这个茶球能够煮干 这个风味很好 可以让大家收藏 在梅花茶会那一天 就当天在那边发表这一颗茶 这颗茶是在见证一个 从以前过去这个 这个布球团柔的一个 制茶的一个阶段 也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收藏 所以当天那一颗茶 就是我们去年梅花茶会的主轴 我们用很好的茶来接待 远方到来的这一些宾客 我们有做一些禁令品 可以让大家回味 所以每一年梅花茶会 常常爆满 大家去到山上可以吃吃喝喝 老朋友每一年不用相约 我们就是来梅花树下相见 这是已经成为我们台中会 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户外型的茶会 那这些户外型茶会 似乎已经跟我们社会的生活 已经融入在一起了 因为每年都固定时期在办理 那自然而然就有很多民众来参与 而且又这么有特色 那我相信北 中 南 都分头来办这个茶会 让更多的民众 来加入这个茶室的盛会当中 我觉得这对社会某种度有一定的贡献 那另外我也观察到 我们很慎重在办理的茶艺竞赛 那现在我周边很多朋友也在参赛 也认识在准备 那我也观察到现在外国人 参与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了 换句话说这个慢慢已经走向国际的概念 是不是理事长来帮我们做一些分享 我们外国的朋友 其实对我们台湾茶艺文化 那那一个热烈学习的心 不属于我们台湾人 尤其是他们很注重我们台湾茶 和我们茶艺文化的发展 中华茶脸再到今年是第十四届 我们每两年都举办一次全国的泡茶比赛 我们这一个选手的产生是由各分会 都举办出赛 在由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 有四场的出赛 再由各场出赛的前三名送到总会 我们总会这边我们每一届 我们都热烈欢迎这个外国的 喜欢台湾茶艺的朋友前来报名参加 因为今年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也有很多阻碍 还有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一一尽量来做克服 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外组的比赛 我们都就取向住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们常年在台湾有的甚至在学茶艺 也学有将近一两年的这个历史 他们深爱台湾茶艺文化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时候遇到大型茶会 我们也会邀请外国人来泡茶 有比较年长的 都会觉得说你这个阿狗 也会泡台湾茶 他们也刮目相看 所以这算是一种文化上的一个交流 我们也很热烈的在推广 我们今年总会 因为这个全国总决赛在12月26号星期天 就在台中国际无日展览馆 这个茶展的里面做一个盛大的比赛 在这边也先邀请大家 如果有时间 请大家来丽林现场来指教来观赏 我们也会有做直播 到时候请大家密切注意 刚才理事长谈到的很多茶室空间 茶会盛世 茶艺美学 刚才提到的一些茶艺竞赛 其实都如实的用文字 也搭配很丰富的照片 来用书来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观众朋友 来好好阅读这本书 就对当代的中华茶艺 就有很深刻的了解 所以出版这本书就贡献很大 那今天我们时间也慢慢进入尾声 再请理事长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主要在谈当代的一些中华茶艺的发展 甚至于当代的一个概况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中华茶艺大观 来帮我们做个总结 中华茶艺联合出现在从民国70年代到现在 发展已经将近40年的历史 一直在致力于台湾茶文化的一个发展与推动 所以说我们今年做了这本中华茶艺大观 还有我们这一盒台湾茶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本书 喝这一款这16款茶也可以在这喝这16款茶当中 有很多你不了解的我们都把它详实的记录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会推出这一个套装 就是套装就是最主要让大家更能够了解 我们台湾茶艺文化的发展 还有我们台湾茶产业的兴盛 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轻人都回到各自的岗位 为台湾茶贡献这一分力 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些喜欢茶的朋友 都这么热烈的支持 这是我们一直为茶艺发展走下去的最大的原动力 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边 来提到我们这一本中华茶艺大观 与这台湾这金庄16款茶 也感谢老师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推广 为了台湾茶世界香 我们继续来努力 谢谢 谢谢理事长到节目里面分享 这么多茶艺的专业跟现况 跟未来的一些展望 那台湾茶世界香我想一定是可以实现 而且我们大家觉得很光荣 谢谢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老师 我们一起揮揮手来跟观众朋友说声再见 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 再见 再见